最近在網路上面最熱夯的一個水果 其實就是鳳梨 那有的人就講啊 欸鳳梨可以用來減肥 鳳梨有什麼樣的好處 但其實單吃鳳梨它沒有辦法幫助你減肥 可是有助於你預防中風 以及白內障的發生喔 鳳梨當中的鳳梨酵素呢 它可以用來分解纖維蛋白 所以呢有幫助抗凝血的作用 因此你在血管當中這些血栓 就比較不容易形成 血栓如果不容易生成的話 中風或者是心肌梗塞 也就比較不容易發生啦 鳳梨本身呢它也可以幫助預防白內障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鳳梨它含有豐富的維生素C 這成分其實對於保護眼睛還蠻重要的喔 我們文獻上面呢其實有指出呢 維生素C它本身可以預防白內障 如果說你在飯後去使用的話 對於促進鐵質的吸收也是非常有幫助的 鳳梨在減重上面的一個作用 主要是因為它本身富含消化酵素 而且它富含膳食纖維 可以讓我們的排便比較順暢 而且也可以增加一點飽足感 另外鳳梨本身它是一個很好的 抗氧化的水果 原因是它本身有 生物雷黃銅 或者是維生素C E 以及維生素B1 上述的那一些抗氧化物質呢 都有抗發炎 以及強化膠原蛋白生成的作用喔 雖然呢上面講了那麼多鳳梨對身體很好的一些優點 可是有些人還是要減少食用喔 比如說像是第一 如果你有糖尿病的話 因為其實鳳梨本身它還是屬於 中高升糖指數的一個水果 所以你有糖尿病 你還是可以吃鳳梨 但是要淺藏即止 通常我們就是建議說把鳳梨切丁啊 切成塊狀 然後大家一個碗裝8分滿 這樣子的一個份量來吃 不要過量 第二呢就是肥胖的人 因為鳳梨本身呢它的血糖還蠻高 所以熱量呢相對蠻高的 你知道嗎 大概250cc的那個鳳梨汁 它本身大概就有130大卡的熱量 如果你覺得夏天來一杯鳳梨汁 甘甜好喝的話 也不要忘記了有熱量可能爆表的問題喔 另外就是假如說你是胃困疑的患者的話 因為胃困疑就是代表說 你胃部的黏膜已經有一些損害 鳳梨它這樣子比較偏酸 然後偏甜的水果呢 可能就會對胃黏膜有一些刺激 建議你如果要吃鳳梨的話 你可以選擇在飯後吃 那盡量不要膨膚吃 那飯後吃這樣子對於胃的刺激才會比較小 最後呢就是 雖然說鳳梨酵素好處多多 可是其實有些人他就是會對鳳梨酵素過敏啊 有些人吃了鳳梨之後可能會有上吐下瀉 或者是全身發癢等等一些問題 那可能就代表你對鳳梨酵素過敏了 那甚至嚴重的話 可能會有人覺得呼吸困難 甚至到休克的程度 所以如果你真的對鳳梨過敏的話 還是盡量不要吃比較好 可是你家的小姐姐醫師 如果有任何問題就歡迎來問我吧 如果大家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歡迎大家按讚訂閱加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喔 大家如果有任何問題 也歡迎在這下面留言喔